我给花卷找了一个保镖 这已经是睁开眼睛的效果了 这是怎么了呢 我就出差两天 来你好好闻一下 再闻一下泰迪先生 想想我是谁 这是怕我再走丢了 给我留记号呢 他是不是把我当他孩子了 我就两天没看着你 这孩子都会自己喝奶 喝完奶呢 自己溜达的功夫 把家里的东西都能擦一遍 擦得还特别干净 那辆车你也帮我擦一下 哎 辛苦了啊 赶紧休息一会儿 我给你带个新朋友 老板正在和他做最后的道别 爬虫展上还有草莓软堂 这个好像化了都软堂 谜底揭晓了啊 那么多手工 我就看上他了 眼睛虽然不大吧 但是炯炯有神 我们放一起对比一下 他不仅能微笑 还有酒窝 虽然眼睛没有画件大 但跟别的手工比呢 好像就更小了 那他为啥眼睛会这么小呢 因为他有一种基因 叫做欲望黑眼 我们虽然眼睛小 但我们脑袋大呀 这眼睛还没有鼻孔大呢 这要不用屏幕大点的平板看啊 根本看不清 感谢iPad让我们四目相对 现在买平板特别划算 我正在用到22款iPad 在转转二手才卖2860 比新机便宜1500呢 用起来跟新的一样 而且转转是一个官方验二手平台 每台平板都经过真人检测 上面的二手手机和电脑也不错 全都保修一年特别靠谱 买二手就买官方验过的 就他这样能逗得过蟋蟀先生吗 对 这五官就舌头好看 因为有个陶心 鼻孔可能知道自己长得不好看 所以说在努力的微笑着 鼻孔这个名字虽然很好听 但是没有这个形象 是吧 丑橘 你们觉得哪个名字最适合他 无论哪个名字 你都会开心的对吧 哎